再看到花蓮市中山路以及明治街口 1号上午约早上8点发生了碰撞车祸 一名71岁的陈姓老翁骑机车闯红灯 遭到绿灯执行的小客车撞上 造成骑士喷飞倒地头部重创大量出血 现场就失去了呼吸心跳 而经过就医紧急急救后 虽然恢复心跳但目前尚未脱离险境 一大早一台摩托车执行在路上 突然碰一声汽车就静止撞了上去 骑士当场喷飞安全帽及机车也飞到数公尺之远 因为她那个安全帽没有戴好就直接飞掉 造成女子与妈妈站在路边一语不发 眼眶泛红不知所措 女子母亲表示老翁的安全帽根本没戴好 头部才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受伤 事情发生在1号上午8点半左右 花蓮市中山路与明治街口 71岁陈姓老翁骑车经过路口 看见私下无车就直接闯了红灯 而对象车28岁的原姓女子 反应不及就直接撞了上去 伤者倒地上 要送去救护车来的时候就已经没起来了 像像他就没有 就在CPR是不是 中极后原姓女子赶紧下车查看 只见老翁躺在地上 一动也不动一度失去呼吸心跳 女子吓得报警叫救护车 并通知妈妈自己出大事了 可以从画面中看到车祸撞击力道相当大 汽车左车头凹陷回损严重 而机车则是喷飞数公尺之远 到院之后经过现场消防人员 及医院团队的治疗之后患者 恢复心跳脉搏 救护人员到床后发现老翁的头部重创 大量出血 当场失去生命迹象 经过急救后有恢复呼吸心跳 但还在持续抢救当中 记者许丽琴雅 祖华联报导